哈嘍,今天要做咖啡 幾乎每天都喝咖啡 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 為什麼中國人很少喝咖啡呢? 我想應該是因為習慣的問題 並不是技術上的問題 這個是我在網上買的咖啡豆 我沒有叫買家幫我抹粉 為什麼呢? 因為抹粉的話,你一下子吃完的話 它都不新鮮了 喝咖啡一定有新鮮才能夠美味 我現在把豆子打出來 打出來一點點 然後在這個磨豆機裡面抹一下 這磨豆機幾十塊錢的 大家可以一起買,很方便 磨大概7秒到8秒 10秒之內就可以了 已經成了粉了 這樣子的話就是一杯 一個很新鮮的咖啡粉 我飲一下 可以聞到很香的咖啡豆的味道 剛才我說為什麼咖啡不是什麼技術問題 現在也是給大家看 咖啡粉倒在一個碗裡面 碗大家獨有吧 盤子也行啊 倒大概兩個條缸這樣子 可以了 然後 煮開的開水大概90度 沖泡進去 沖著一碗水這樣子 就可以了 泡大概4分鐘 就可以享用美味的咖啡 我在煮開水 等開水開 你看看我桌面上這個 繡球花擦得漂亮漂亮 這邊是一包奶粉 切槽的奶粉 如果怕苦的話 可以在大概 咖啡泡好的時候 放一點奶粉進去 大概放4到5克 就OK了 不要太多 喜歡糖的話 也可以加大概 十幾克的糖進去 我在等開水開 內心一點 所以說想喝咖啡的話 不是什麼技術問題 是你的習慣問題 那我看 我拿了一個最普通的碗 來沖咖啡 為什麼拿碗呢 我等一下告訴你 來了水開了 我一把水開就倒進去了 你看看這咖啡表面已經 泡住很多咖啡的油汁了 這個油汁呢 就是咖啡的咖啡因 一般好的咖啡呢 都會 滲出一個油汁出來 就是咖啡的 香氣就出來了 讓它泡大概4分鐘 不要久了 左邊的杯子 我已經放了 大概一點點的涼水 涼的 大家要注意 涼的水 還加了一點糖 還加了一點奶粉 我已經放進去了 剛才在泡的時候 現在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我要把這個咖啡 右邊這個 用碗泡的咖啡 倒進去 為什麼呢 倒進去之後 它碰到這個涼水的話 它就會 咖啡的雀取的話 就會停止了 就不會那麼苦 就說你如果一直放在這裡的話 你不過濾的話 就會很苦 因為比較懶啊 我就不想過濾的 我就直接倒進去 中置它的這個雀取 時間差不多4分鐘就OK了 倒進去 然後讓它 攪拌一下就OK了 大家不要笑啊 這個用碗 用這個碗 來泡一下咖啡 估計上 品嘗咖啡 都一般都是這樣子 都是用杯子 沖開水來 品嘗的 好 我要倒進去了 底下的有渣的就不要了 這個碗 大家看一下啊 這個這一杯裡面呢 就是 基本上是沖好的咖啡了 讓它再 跟奶跟糖混合一下 再等那麼幾分鐘就可以喝了 可以用條根條 攪一下 OK 稍等兩三分鐘就可以喝了啊 一杯美味的咖啡 所以說喝咖啡 不難啊 難的是你要 喜歡喝 養團隊習慣 隨便像泡茶一樣沖就OK了啊 謝謝大家